你知道神设立婚姻不是折磨你 是一个恩典 让你的孤独 一个人独立地承担 有人和你一起分担 分担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荣耀的恩典 分享恩典 分担这个托付 但是很多人把婚姻看得不是这样 很多人把婚姻看成是说 我还是我 你还是我 二人成为一体 好像只是一个性的关系 但是不是 所以我在证婚的时候常常看到 很有意思 有一些做妈妈的就教那个新娘子说 那个戒指套上去的时候 快要套一半 你赶快把它弯起来 你不能让它套到底 你如果让它套到底的话 你就被它套住了 你这一辈子就被它套住了 结婚本来就是要彼此套住 两个环是套在一起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害怕被套住呢 就表示我对这个婚姻是有保留的 我要留住几分 我可千万不要被你吃定了 但是婚姻不是这样 婚姻不是一个对手 你赢了我就输了 我赢了你就输了 所以我要站上风 让你能够站在下风 这不是婚姻的意义 神设立婚姻 让两个人不是变成对手 而是队友 那个队友是 我们俩是一国的 从现在开始 你得分 我们这国得分 我得分 我们这国得分 我们两个人 任何一个人得分 我们一起都得分 我们俩是一国的